它虽是泥浆却能够燃烧 它虽是一盆污泥却能够美容驱病 什么物质竟然如此神奇 乌苏神泥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泥浆是细粘土和水的混合物 对于我们来说太常见了 然而在新疆神秘的天山山脉之中 却出现了一种极其罕见的泥浆 这种泥浆十分神奇 它不仅能够燃烧 而且还可以美容治皮肤病 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泥浆呢 2025年10月的国庆节期间 全国人民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 而新疆乌苏市四棵树矿区的古丽肉资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它女儿头上的浓疮在一天天的恶化 他买了好几种药 就是抹的 抹了抹了抹了 也不掉那个 越来越大了 古丽肉资令这孩子 几乎跑遍了乌苏市区的医院 但病情却一直没有好转 就在古丽肉资深感沮丧无奈之时 矿区的一位老人送给了他一些泥浆 老人称这些泥浆是治疗皮肤病的灵丹妙药 从外观上看 这些泥浆与普通泥浆相比 并没有什么特别追处 古丽肉资在半信半疑的情况下 把泥浆涂抹在女儿头部的浓疮上 令古丽肉资感到惊奇的是 几个小时后 女儿头上的浓筐竟然神奇般的出现了好转 图好啊 那个东西就是皮皮的这儿 以前是湿湿的那个干了 干起来慢慢的皮皮自己掉了 于是古丽肉资每天都坚持给女儿 抹抹这些神奇泥巴 一个星期后奇迹出现了 女儿头上的浓疮竟然全部脱落 去磨了一星期吧 它那个脱汤那个 皮皮也掉完了 好得好得很 古丽肉资怎么也没有想到 女儿头上那些久之不遇的浓疮 竟然被这些其貌不扬的泥浆治愈 这些泥浆究竟是什么物质 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呢 随后古丽肉资从老人的口中得知 这些神奇的泥浆来自距离四棵树矿区 约两千米远的白羊沟 白羊沟是一片神秘的丘陵地带 在山坡上密集分布着几十个泥盆 至于古丽肉资女儿头部浓疮的泥浆 就是来自这些泥盆 这些泥盆十分神奇 不管刮风下雨春夏秋冬 泥盆里时刻都在喷茂泥浆 只要站在泥盆旁 既能听到有节奏的咕咕声 又能感觉到地面在微微震动 就像大地在呼吸 这些泥浆的颜色丰富多彩 有的呈灰绿色 有的呈红褐色 还有的呈灰白色 在当地人的眼中 他们就是上天恩赐的宝贝 是治疗皮肤病和美容的妙药 为了护肤美容 每天都有很多牧民和少女 前往白羊沟采集泥浆 涂抹皮肤 你头发起了 最好的美容的 感觉凉凉的 像那个磨砂的滑滑的 效果怎么样 因为我是第一次磨 我还要等明天才能知道 它效果怎么样 但是听他们说 对效果非常好 如果真的像他们说 那么好的话 以后我就不去到美容院 来做美容 令人想象不到的是 先来涂抹泥浆的人 不仅有年轻漂亮的姑娘 而且还有年过七旬的老大爷 你经常过来抹这个吗 经常过来抹这个 抹这个 老婆子吗 六十多岁都是山寨开了 四十五岁的样子 经常抹你吗 这位蒙古族的牧民说 很多年前 她的脸上涨满了小哥的 自从在脸上涂抹了 这里的泥浆后 小哥的奇迹般的消失了 如今 她脸上的皮肤 已经变得光滑细腻 你也猜一下吧 两个涂抹 一再来给它给它 红红的搁得出来 这个擦了以后好了 令人感到不解释 这些装满泥浆的泥盆 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的长大 长高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泥盆里的泥浆 竟然可以燃烧 只要点上火苗 泥盆里便会出现 熊熊的火焰 在没有电灯照明的年代 白羊沟附近的牧民 常常在这些泥盆中 采集泥浆 灌入马灯 用来照明 世世代代居住在白羊沟的牧民们 面对这些神秘奇特 日夜翻腾的泥浆 除了惊奇赞叹之外 并没有人去探究他们的身世 谁也不清楚 大自然在这里 还会掩藏哪些 显为人知的秘密 直到2001年 新疆大学的一位地质专家 在乌苏市野外考察时 意外发现了这些奇特的泥盆 神奇的泥浆 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据新疆大学的地质专家考证 这些正在喷爆泥浆的泥盆 就是世界上十分罕见的 泥火山 据专家介绍 泥火山在世界上并不多见 它们仅分布在美国 俄罗斯 墨西哥等少数几个国家 和我国的台湾 乌苏市目前拥有 中国最大规模的泥火山群 主要分布在白羊沟和爱奇沟 数量多达九十多处 其中有三十六处泥火山正在喷发 大规模的泥火山群 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乌苏市 这些泥火山与通常意义上的火山 是否有关联呢 这些不停喷涌的泥浆 为什么会成为当地居民眼中的宝费呢 乌苏的泥火山是怎样形成的呢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泥火山的身世 明目重重 地址专家即将展开调查 能否拒开 他们的神秘验纱 乌苏神秘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地理中国设置组 跟随新疆的地质专家 前往乌苏市进行科学考察 希望解开 踢在泥火山身上的同虫泥团 乌苏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北部 天山北路 距离乌鲁木齐市 约二百六十多千米 泥火山群 就分布在乌苏市的白羊沟和爱奇沟 考察队首先来到了爱奇沟的泥火山群 初秋的天山 秋色弥漫 景色万千 防风林在车窗边掠过 金光灿灿 微微壮观 半个小时后 随着海拔的升高 美丽的防风林 在考察队的眼神消失 覆盖着挨挨白雪的天山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车子在铺满白雪的山路上又前行了二十分钟 考察队便到达了爱奇沟 这时远处的山谷中 两座约七八米高的金字塔形喷泥锥展现在考察队的眼前 这两座泥火山的泥堆布满了密集的流痕和冲击 远远望去宛如身着拖地长征的姐妹 蹲坐在群山之中 格外醒目 从外观上看 这两座泥火山的泥堆与火山锥极为相似 它们都有大喷口 泥将由中部向四周翻层滚动 并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 就像一口沸腾着浓舟的大锅 五六七 通过测量考察队发现 泥盆中的泥浆翻滚冒泡的频率为每分钟二十多次 李一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工业管理局156煤田地质队 地质测量与找矿专业工程师 他从事了二十多年的煤田地质补擦工作 李一组说 泥火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火山 是一种假火山 人们之所以称之为泥火山 是因为泥火山的外部形态和喷发过程 与火山非常类似 事实上 它们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 火山喷发的是高温岩浆 而泥火山喷发的却是气体水分和泥浆 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泥火山 就在美国的黄石公园 翻滚的泥浆在通发时 发出嗡嗡响声 在阴森的烟雾笼罩下 一吐的泥浆瞬间形成泥浆河 显得怪异神奇 那么 泥火山成阴 究竟跟火山有没有关系呢 对美国黄石公园的泥火山成阴 专家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大约60万年前 黄石公园经历了全球最大的一次火山喷发 在今天的黄石公园里 火山虽然已经停止喷发 但沿浆仍在活动 并在地下形成了大量的热量和二氧化碳气体 这些热量和气体 搅拌着泥浆 沿着古火山口中的裂系 吨冒而出 形成了壮观的泥火山 而乌苏泥火山中的泥浆 一直在咕嘟咕嘟的冒泡 难道 他们的成因 也与火山沿浆活动 存在着关联吗 可是 靠察队在泥火山的周边地区 进行了仔细考察 结果并没有发现 沿浆活动遗迹 为此专家初步判断 乌苏泥火山群的成因 与沿浆活动无关 那么 乌苏泥火山群 究竟怎样形成的呢 根据现场考察 专家初步判断 形成这种类型的泥火山 必须在地质上同时具备几个条件 有泥 有水 有不停喷出的气体 以及气体运行的通道 那么这些翻滚冒泡的泥池里 存在什么样的气体呢 为了查明真相 考察队前往白羊沟泥火山群 进行调查 在白羊沟长不到百米 宽不到三十米的狭长地带 分布着八十多个泥火山喷口 它们的体积大小 与爱奇沟泥火山相比 小了很多 多成圆形 这些泥火山 每时每刻都在 咕嘟咕嘟地抱着泥泡 通常情况下 水里出现冒泡现象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地下有气体冒出 另一种情况是 地下可能存在温泉 为了查清泥盆里翻滚的泥泡 是否与温泉有关 记者决定试探一下泥浆的温度 温泉有可能也会有这种冒出来 我们试一下 看一下 我看一下 哎呦很冰了 有点刺骨 刺骨 刺骨 真的 令记者吃惊的是 当记者的手一接触到泥浆 便感到冰凉刺骨 应该零度不会 只有五度 那就这个就不可能是温泉的 不是温泉 通常情况 水温超过25摄氏度 可以称之为温泉 考察队通过测量 发现这些泥火山的温度不到十摄氏度 为此考察队排除了泥盆中存在温泉的可能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陈兽杰 新疆地矿局第一水文地质大队水工环工程师 有着多年的水文地质工作经验 陈兽杰从木铭那里得知 在没有电灯的年代 曾经有人把这些泥浆灌入马灯用来照明 在地层储存的气体中 能够燃烧的气体一般都是甲烷 为此 陈兽杰初步猜测 导致泥火山中泥浆冒泡的气体 很可能就是甲烷 为了验证猜测 陈兽杰进行了一个试验 在试验中 考察队发现 火柴的火苗随着泥浆气泡的增多而变大 于是陈兽杰猜测 泥火山里冒出的气体可能是甲烷 为了验证猜测 陈兽杰采集了气体的样品 送往实验室进行了检测 结果证实 泥火山冒出的气体果然是甲烷 这时一个疑问摆在了考察队的面前 为什么在泥火山分布区 会存在如此多的甲烷气体呢 这些甲烷气体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为了查清甲烷气体的来源 陈兽杰对白羊沟 以及周边地质结构展开了调查 在调查中 调查队发现 在白羊沟和爱奇沟一带 分布了丰富的煤矿 这块呢 从区域的这块地质背景来说呢 它主要是这个白羊和侏罗这套地层 这套地层呢 就是一个成煤 聚煤成油的一个环境 在距离白羊沟泥火山群不到4000米的地方 就是四棵树煤矿区 据考证 四棵树煤矿区的煤矿总储量为10亿吨 而在白羊沟泥火山群的东边 约2000米的烟云山 地下煤层在自然 一年四季烟雾缭绕 专家介绍说 在煤矿形成的时期 煤层中常常会存储大量的瓦斯和甲烷气体 你拿这周边的环境来说的话 应该是跟煤酸气的这个气体成分 应该是差不多 应该也就是甲烷 对对对 主要是甲烷 科考队查清了形成泥火山的气体来源 而这时 另一个疑问又出现在考察队的面前 这些泥盆虽然位于山顶 但是池中的水却从不干涸 这让考察队百思不得提底 平常这个地层你可以看到的 你如果说 我玩一个小坑 把这个水倒到这个坑里面 可能一天不到一天半天一会儿 这个水就没有了 但是咱们这儿这瓶子水 它一直就在这儿 一年四季 不管季节怎么变化 它还就是这么多的水 为什么是这种情况 为什么它能持续的待在这儿 留存在这儿 据乌苏市水文站的气象资料显示 白杨沟以带属于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 年平均降水量248.9毫米 而年平均蒸发量高达1836.5毫米 在水资源极其匮乏的丘陵的山顶上 泥池中为什么会有源源不断的水源呢 这些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因为从现在的现场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这个水 地下水可能不太现实 本身这套地层它含水 基本上不含水 这时远处雄伟壮丽的雪山进入了考察队的视野 融化后的雪水常常形成地表水 这些地表水一部分渗入地下 一部分汇入了江河 由于雪山与泥火山所在的丘陵形成了高度差 为此陈兆洁猜测 泥火山的水源可能与江河一样 来源于雪山上融化的雪水 初步估计应该是地表水 所以我们要取一些样 把这个水的成分做一些同类素样 为了验证猜测 陈兆洁采集了泥火山中的水样 采集完泥火山的水样后 考察队又来到白杨沟的江河里 采集了水样 考察队把水样立刻送往了 新疆地况局第一水文地质大队的实验室 进行检测 通过实验科考对称时 泥火山的水样与江河水样 都是来源于冰雪融化后的地表水 这都是泥火山的分部区 和这底下的断裂 东西用断裂 在地质图中专家发现 从爱奇沟到白杨沟 形成了一条断裂带 在地质构造活动中 这些破碎的构造带形成了很多裂隙 而这些裂隙恰恰成为了地下气体和水的 喷向地表的通道 通过考察 科考队查清了形成泥火山的气体 水源和裂隙通道 那么它的泥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时在白杨沟的沟谷里 考察队发现了秘密 砰化层拨开以后呢 它下部这套地层呢 就是这个跟我们这个泥火山 砰化出来这个泥浆的这个沿层 它是一样的 李一祖说 如果只有泥和水混合在一起 是形不成泥火山的 因为泥总会沉浸在底部 造成泥水分离 难以形成泥浆 因此 在泥火山的形成过程中 气体成为了形成泥浆最直接的洞地 为了生动形象的展现 气体对泥浆形成的作用 李一祖专门设计了一个小制验 李一祖选择了一处没有冒泡的泥盆 虽然水有点浑浊 但是泥土基本沉浸在底部 咱们水眼一下 我把它插进去 现在做一个人工的 人工的 泥火山是吧 你看这泥都糊糊了 为啥呢 在这气上了以后 把这水推动 这泥子本来就都变成泥巴了 李一祖在泥盆里吹了几口气后 沉浸在泥盆的泥土 顿时变成了泥浆 其实原理就是这么简单 原理就这么简单 等于就是说底下这个裂系 它有裂系是吧 裂系肯定是上来有水 有水 底下这 然后碰到这泥盐 泥盐就跟水 就可能 变成 搅了 泥了 但是没有气呢 它不会成泥浆 然后就是 现在你是嘴巴吹的 嘴巴吹的 对 瓦斯或者天然 对 至此 科考队解开了 乌苏泥火山的成因 大约一百万年以前 在剧烈的地质活动下 天山山前形成了一条 大的断裂带 地下水 天然气 以及石油 在各种压力的作用下 与结构松软的泥盐 混合搅拌 形成了泥浆 这些泥浆又在 气体的推动下 沿着地质断层的 裂系上行 间歇性的 喷出地面 形成了壮观的 乌苏泥火山带 乌苏泥火山群的成因 已经解开 这时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引发了考察队的好奇 当地牧民们 为什么会把这种 泥火山的泥浆 用来美容 和治疗皮肤病呢 难道这些泥浆中 含有什么特殊的物质吗 于是 考察队采集了 泥浆的样品 送往了实验室 进行化验 经光谱分析 实验人员证实 在泥火山的泥浆中 含有背 铜 铅 丝 等多种元素 这些元素 具有较高的 理疗和美容功能 专家提醒说 直接用这些泥浆 涂抹皮肤 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做法 这些泥浆 必须经过科学处理 才能使用 从这个化妆品的 这个角度呢 也做了一些测试 测试显示呢 它对皮肤 有一些有益的 这个微量元素 但是呢 有一项指标 它是严重超标的 就是咱们这个里面的 这个菌落总数 是严重超标 标准上是一千 咱们实际上 这个菌落总是达到六万三 超六十三倍 所以建议大家 不要这个 轻易的把这个东西 往自己的脸上去 这个涂抹 弥火山曾用了 亿万年的时光 守着一片净土深谷 它们仰望蓝天 似乎在吟唱 地球母亲的乐章 天山 以它宽容博大 养育了众多民族 在神秘的天山深处 在广袤的西部 还有许多未知的自然之谜 在等待人类的探索 如今的乌苏泥火山的污泥 不仅仅成为当地百姓 喜爱的天然资源 也成为了科学家们眼中 极为宝贵的研究对象 它的存在是 准盖尔盆地的煤炭资源 和天然气资源研究 有了很大的突破 同时也为地质勘探工作者 寻找油气宝藏 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 好的 感谢您收藏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郑春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